国家门前有宵火 后面有山坡 小溪变玉香牛奶 揪出工厂乱排废水 前天到底谁把玉香牛奶 倒进水沟里 还倒这么多 不对哦 比较像粉紫色的颜料 整筒被打翻 一条眼色其实已经有很多年了 都是在偷牌的状况之下 那大部分都会是选择在深夜 或者在下大雨的时候 那比较不容易就是说 会发现 昨天比较离谱就是说 天气很好 假日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开始排放 尤其是它的颜色是这么样的新鲜 四点半的时候 有民众反映给我知道 然后我马上一打电话 看到六点半的时候 楼环保局才有人员到 到底上游是平正工业区的 是哪一家工厂 还是其他的工厂 排放导致 这个算是龙南干线西的凭正段 我们已经长期已经受到这种污染 昨天下午查到了 就是这家家阳环保公司 回收清洗废塑料 没按规定处理 就把清洗后的废水 偷排到雨水沟顺流而下 桃园市环保局除了开罚三到三十万元 也勒令停工 动新闻 工厂太嚣张 报导 独家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就拨奖先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账号或电子邮件 苹果运动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 我捐款